不给你嘛 我等一下要晚20秒走 迟到了20秒 我就不信你真的那么知道 我就这么先say hi 又给我戴这个头盔 我们的传统啊 两万个人进来了以后 我就开始说正题 现在我就嘻嘻哈哈的一笑带过 哈哈哈哈 好各位同学们 先 今天问我今天cost谁 我今天不敢cost人了 我上次cost就突然被人家说我什么 又是什么男生扮演邓子棋 我现在不敢这么干了 我今天就是邓子棋本棋 懂吗 衣服有品味 那当然有品味了 谁的周边呢 大家 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唯一一件 突然这个直播间怎么到了四万人了 我们来先说个正题 欢迎大家来到邓子棋的这个启示录聚会 启示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詹邓子棋 2022年的全新专辑启示录 七封至天堂的信 七封天堂的回信 总共十四封 不十十四 总共十四首歌 十四封信 组成一个完整的MV连续剧 那 有一个小提示告诉各位 就是晚上今天的零点 就会有第四章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就会上线了 事不宜迟 哇现在你们 你们怎么进来 人进来的那么快 搞得我现在赶紧现在就就就很紧张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我们第三章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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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来着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乐土第一次出现 这个MV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吧 嗯 哎呀要关灯 哎呀先关灯 哎呀没关系 大家陪我一起去关灯 陪我去关灯 哦 来了 家庭电影院 是不是很幸福 家庭电影院 来 呃我来搞个这个什么 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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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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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镜头翻转 来 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 回来镜头哎呀哎呀哎呀又点错了 镜头回来 镜头怎么回 开个灯 大家 刚刚大家看到的就是 邓紫棋 新专辑启示录 第三章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我们又回去 先开个灯吧 怎么样 这个MV 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乐土 我看到有留言说 男主角很帅 确实 还挺帅 我不敢说他坏话 因为他应该现在正在看 我不敢说他坏话 男主角帅爆了 我们就一起来这么称赞他吧 男主角太帅了 我之前在发 他碎片的时候很多人看到 邓紫棋是不是要在这个MV里面亲吻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MV播完了以后呢 很多人留言就说 幸好没亲到 幸好下线了 笑死我了 什么叫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不要一直研究 我是真的邓紫棋还是假的邓紫棋 重要吗 真真假假假假假假真真 重要的不是我是不是邓紫棋 重要的是 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听到好听的歌曲 懂吗 好大家给我一点时间 我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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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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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线有点麻烦 好 刚刚我讲到一半有人问我穿的什么衣服 现在这个是全世界唯一一件 这个邓紫棋新专辑 GEM Revelation的衣服 但是它只是个样板 我还没做出来 我做出来之后 我就要在我的直播间里面卖我的周边 既然我想清楚了 既然我之前两场明明啥都没卖 大家都说我卖货 那我就卖货吧 来 解不怕 怎么了 在我的周边出来之前 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还是可以去各大的音乐平台 留意邓紫棋的新专辑启示录 刚刚你们听到的这一首呢 是第三章嘛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也是MV里边终于三个场景都出来了 第一个在那个Gloria的MV里边 我们看到的是废土 第二个在Hell这首歌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现实世界 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两位女主角 一个是Gloria 一个是邱 第三个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在这个乐土世界里边 终于三个地方都出现了 然后呢我看一些 就是大家在这个MV的留言里边 我就看到有人说 诶这不是14集的连续剧吗 我怎么在这头三张 头三个MV里边 我都没看出来是个连续剧 你等着吧 明天下午12点 我们第四张就出来了 第四集就出来了 你就会开始看到原来是这样子 大家确实可以等待一下 其实我还挺 我自己也挺期待的 就是我很想要知道大家的智慧够不够 你们的智慧够的时候 你们就能看懂这个故事 然后呢我想说一下就是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一首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的这个MV呢 唉 拍的时候我觉得是最难拍的 有很多人可能之前在看那个Hell的MV 他们觉得哇 火 不是火灾 讲错了 就是那个车祸 然后哇 私生力竭的在那边救人啊 然后很很私寒啊 然后 其实我觉得那些都还好 我觉得惨的 负面的那些MV 我还是觉得挺真情实感的 因为我们在准备这整张专辑的过程里边 无论是疫情的原因啊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 真的非常的艰难 然后呢 我就 呃 中间我自己心灵受创 所以我在拍 拍这个整个音乐连续剧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觉得 你你让我哭实在是相对的简单 然后我觉得最难拍的 其实就是刚刚大家看到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的这个MV 我们在乐土第一天 导演让我去演谈恋爱 如果是我的歌迷他们就会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很抗拒 我很害怕 我好害怕让我去谈恋爱啊 不要让我去谈恋爱啊 我就是觉得很害羞 就太害羞了 然后导演抓我过来 他就说 子琪你怎么了 你发生什么问题 他就真的是觉得 你控制一下 你不要笑得那么浮夸 就是他觉得我 他觉得我失控了 我确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天拍这种 什么手牵手啊 然后谈恋爱啊 那些戏的时候 我觉得 但是我确实是这样的人 后来我跟我妹妹聊天 然后呢 我妹妹就帮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不怎么敢去表达 我内心真实的情感的人 就是我不太敢表达 我自己的喜欢 无论是我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是要用写歌的方式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我有一首歌叫做 《我的秘密》呢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们之间的距离 好像乎云又乎近 你明明不在我身边 我却觉得很轻 这首歌就是我 很小的时候 写给一个我喜欢的学长 就不敢告诉人家 我喜欢她 所以我就写了 《我的秘密》 这首歌的旋律 当时的歌词不是这样的 但是也是类似了 然后后来我又写了 哇好多歌啊 It's all about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Long and don't find find me I own name 这些歌 还有睡公主 睡公主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写的 13岁的时候 也是写给喜欢的学长 怎么这个人那么多喜欢的学长 就是那么多 怎么了 那时候写那个 《沉睡中的主歌》 《真会怕寂寞》 《童话中的主歌》 《一百年唱我》 这些歌啊全都是我喜欢一个人 不敢告诉他的时候 而写出来的 所以呢我后来就突然发现 其实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无论心里边有多少的波澜 我都不会表达出来 我就是去写歌 然后用歌曲去表达我自己的心声 这也是为什么导演让我去演这个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的MV的时候 让我去演甜蜜啊或者什么 我极其的尴尬 因为在现实里边谈恋爱 我也是很害羞 就是你要让我不害羞 没办法呀 就是没办法啊懂吗 但是后来熟悉了一下 然后第二天开始吧 第二天开始好了一些 就适应的时间挺长的 我突然讲话讲到一半 发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点干 是不是啊 所以我来播一些音乐吧 就背景音乐 不要太吵 因为我讲话的时候 有个旋转幕嘛 好了好了 大家不要研究我是真的邓紫棋 还是假的邓紫棋了 你觉得我是真的我就是真的 你觉得我是假的我也无所谓 随便大家荡紫棋发新专辑 启示录七首至天堂的信 七首天堂的回信 就这么简单 去听就完事了 懂吗 好 然后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下 爱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面的留言 我也都有看 然后呢 然后呢 大家就觉得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好像是一首相对甜的歌曲 确实是有点甜 它里面所讲的某一部分 确实是爱 它有多给人力量 因为这个 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因为我要唱 所以我又要把这个背景音乐给拿掉 里面有一句歌词是 因为世界让我失望透了 but I've got you you 再多失望拥有你就够了 因为世界让我失望透了 再多失望拥有你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确实 对于我这个人来说呢 我有爱的时候呢 就天不怕地不怕 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写出来 以前光年之外的这一种歌 大家如果记得 里面的歌词是怎样的 一起唱 就是 为了你我能疯狂到 山崩海啸 美国你根本不想逃 为了你我能疯狂到 山崩海啸都不想 就是我在爱里面 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天塌下来我都不怕 只要有爱 那爱给我的力量就是很大很大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但是呢 如果大家稍微注意细节的话 包括大家在看MV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这个结尾突然 这个Gloria突然下线了呢 为什么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我看到有一些导弹的人 他们说肯定是那个WiFi WiFi连接不好 所以突然Gloria就下线了 因为如果大家有看那个剧情的小透露的话 那些文案里边就有写 其实Evan跟Gloria他们在干嘛呢 那一天是Evan带着Gloria去到乐土的边界 什么叫乐土的边界 就是说 那个隔离层 他们在空中伸手摸 不是有一个紫色直通天际的隔离层吗 穿越过这个隔离层以外就不是乐土了 懂吗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Evan想要约Gloria在现实里见面的时候 突然在这个重要关头 在他们快要亲吻的时候 Gloria下线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然不可以现在告诉大家 不然你还需要看吗 懂吗 所以我肯定不会告诉大家 但是这里我们引申到第二个话题 就是 其实我们有多认识爱 虽然 爱是很伟大 爱是给人很多的动力 但是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 在某一些时候啊 心里会蹦出一个想法就是 尤其是在你非常负面的时候 比方说你很生气 现在你很生气 你在家里想要大吼大架 你想要扔东西 你想要发泄的时候 在那些时候你会不会突然觉得 如果他看到我是这样子 他就 他不可能爱我的 或者是如果他看到我这样子 他肯定就吓跑了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就不太 在现实生活里 我也是不太去表达我自己的脆弱跟忧伤 或者愤怒的那一面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那一面很可怕很恐怖 很很不可爱 所以在我完全确定 比方说在家人面前 我确定家人是完全爱我的 在我完全确定他们无条件爱我之前 我就不想要去暴露自己太负面的一面 因为认为自己不会被爱 我看到一个留言说内心像泡沫 对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如果我让你看到真实的我 你还会爱我吗 这个 但是但是其实这个 这个我自己本身就不知道的 我是写这张专辑 启示录一边写的时候 无论是写词曲哦 还是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一边写我才一边发现 啊原来我是这样的 然后我自己就经历了很多的治愈 那但是这些治愈呢 大家大家在接下来的那些歌曲里边 天堂的回信里边 其实我透露了很多 大家到时候可以听到 就是真正关于爱 真正当你学会了 不是只是学会怎么去爱 而是学会怎么被爱 人需要学会怎么被爱 需要去把信心放在别人身上 学就是告诉自己 你要相信他们对你的爱是真的 这也很重要 不是只是学会怎么爱人 也是学会怎么被爱 这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整张专辑 他会慢慢给你们揭示 我在这段期间里边 关于爱的一些启示 对的 哎呦我怎么讲话讲到现在起谈了 哎 多远都要在一起 多远都要在一起 我在第一次直播里边 已经唱过了 你们不要老是替我唱旧歌 不可以 姐姐都出新歌了 出新专辑了 好有一个要求我可以满足你 有人说邓子齐可不可以邓你一下 可以 邓你 有人问邓子齐是不是现在改名叫哥丽雅了 没有啊 我我从小就叫哥丽雅 我从小就叫Gloria 这是我爸爸小时候给我改的名字 我只是在这张专辑里边把我自己的原原来的身份 拿出来呈现在大家面前 是一个有史以来最真实的我自己 哦还有我我必须得讲一讲 上一次有人说我的鼻子 我今天赶紧来看一看这个特效 这个美颜有没有把我的鼻子弄瘦 然后我已经完全关掉我鼻子上面的任何东西 是不是现在就很自然 所以我发现上次是个特效的问题 邓子齐是哪里人 我在上海出生 阿拉桑桥银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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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就是不可以讲的多多了我讲不清楚 为什么老是有人说我这背景太假 我这背景哪里假了 呃 但是我发现了你们这种留言就是想要吸引我的注意力 让我 毁你们对吧 你们这种耍的小心机 呃 呃 感觉到自己被爱的时候呢 你就会 相信自己是美丽的 当你相信自己是美丽的时候 根据这个吸引力法则 你就会越来越美 懂吗 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 你如果 一直在一个负面的情绪里边 一直觉得我不够好 我不够优秀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缺乏这个缺乏那个 你就会越来越不好看 所以每天对着镜子告诉镜子里的自己 你看看你多美 你有多优秀 你多好 你已经努力了 你已经怎么样了 你已经非常的优秀了 加油 每天对自己这么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美 嗨 我补充一下 不是只是在恋爱里边才可以感受到爱哦 就是你平时跟你的同事去交流的时候 或者你上学你跟你的同学去交流的时候 或者你跟家人去交流的时候 我告诉你能量都是互相的 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你感受不到爱 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你先表达爱 然后他们感受到了他们也会对你表达爱 这个互相影响的这个能量 越来越正面越来越有爱的时候 还是会让你越来越美的懂吗 我发现我今天 我今天真的很容易嗓子杀 为什么 看到你们太激动了 唱歌好不好 好呀 怎么不好 哎 最喜欢唱歌给大家听吗 来唱个歌唱个什么歌 这个人模仿邓紫棋也太像了吧 嗯很多人都这么说 哈哈哈哈 我是这世界上最像邓紫棋的 嗯 我应该去参加邓紫棋模仿大赛 我觉得我会赢 你们觉得呢 谁可以模仿邓紫棋模仿的那么好 连歌声都模仿的好 很多人模仿只是样子像 或者很多人 歌声像 但是样子又不像 我 长的又像 然后我的声音又像 对吧 我来给大家开个音乐 既然你们想听 那我就把我的新歌唱一唱呗 新歌叫什么 我先考考你们 你们如果不知道我新歌叫什么 我就不唱了 快把我新歌歌名打在公屏上 来 说 其实只是在by time 买一些时间 让我去开这个音乐 有人居然讲得出多远都要在一起 唉小姐姐 在2014年写的这首歌 现在都过了8年了 8年之后 多远都要在一起 在一起 才突然火了 这个证明什么 小姐姐太超前了 哎呀我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不要脸太不要脸了 邓紫棋不要那么不要脸 我来开个音乐 所以这个 根据我们过往经验 我们现在的歌曲 过几年又得火 是吧 我很多歌都是过了几年才火的 为什么呢 来自天堂的魔鬼 也是2014年 然后 好像最后是2018年火的 光年之外是2016年写的 也是2018年才火 泡沫2012年写的 2014年才火 我的秘密 嗯 我18岁的时候写的 不是18岁的时候写的 旋律是我更小的时候写的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写的 18岁的时候发表的 然后 好像也是那个2017还是怎样的样子才火的 就是我的歌 为什么老是要等那么久才火 没办法 这叫什么 先见之明 哎呀 邓紫棋不要再讲这种不要脸的话了 你们直播间里的人都快跑光了 被你说吐了 吐槽在线吐槽自己 好 我的音乐开到了没 啊 开到了开到了 为什么我现在在自言自语 我也不知道 来 这首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奖励你们 既然你们都知道这首歌 要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那我就来表演一下 今天放个MMO吧 我为了要证明真唱 我看歌词都得刻意看错 哈哈 我又讲这种不要脸的话 我明明就是唱到一半 我找不找我自己看歌词看到哪里了 没关系 不然我怎么告诉大家我刚刚真唱嘛 对吧 不应该对正脸拍 我没有对正脸拍啊 我刚刚唱歌不是一直是这样吗 唱这首歌我真的告诉大家 如果我要唱 如果我要唱别的歌 你让我表情管理 还可以表 管理一下 这首歌真的管理不了 这首歌太高音了 这首歌我进去录音室之前 我自己在家里唱了一百遍 才敢进录音室吧 太高音了 然后我昨天 我昨天看到一个留言笑死我了 有个人说 哎 姐姐出了这个只有我和你的地方之后 大家集体翻唱 就是集体静默 因为她说她发现自己唱这个翻唱这首歌的时候 像鸡叫 笑死我了 没关系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 我写的我写歌的时候 总是不去想到底我自己唱不唱得了 所以我自己一开始刚练的时候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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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那个状态吧 练一下就可以了 后来我进去录音室之前就唱了一百遍 就可以了 懂吗 好 把我的镜头 移回来 又在Q多远都要在一起 既然你们Q多远都要在一起 我就来剧透一下 既然现在这个Evan跟Gloria 在这个MV里边快要亲吻的时候 突然Gloria下线了 然后我刚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我的社交媒体 我刚刚在我的社交媒体上面就 预告了 我今天晚上凌晨12点 就会有下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很多人在那边问我说就是 哎呀第一首歌 Gloria 是一首大家平时很少听到的曲风 福音流行 我知道 但是Gloria肯定是很重要的 因为整个 它基本上就是我的最原始嘛 所以我把我整个最真实的自己 拿出来告诉大家 这张专辑的核心的思想的时候 我肯定要把这一首歌放在第一首主打歌上面 所以大家即使觉得很新颖 也没有关系 大家听几年它就会火了 哈哈哈 然后 然后第二首歌Hell 还有第三首歌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说 为什么姐姐会把两首 其实包括Gloria也是 就是连续三首歌 这个副歌的第一句都是英文的 这个 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容易传播 我知道呀 但是 它适合呀 在无论是整个 我慢慢揭开给大家 我到底在写这首 这张专辑的时候 很多我治天堂的信 其实都是我的struggles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让我觉得要么就是愤怒的 要么嫉妒的 要么觉得失望的 很多这些不好的一些情绪 其实我都是平时会在祈祷里边 我会把它全部发泄出来 我会有什么心里边排解不了的东西 我都是在祷告里边去排解的 所以其实这些歌曲的顺序 除了第一首歌Gloria 它是一个天堂的回信以外 其实其他一直以来的这些歌曲 都是慢慢去告诉大家 我的一些struggles是怎样的 然后今天晚上零点的那首歌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终于到达了大家很熟悉的邓紫棋 就是你们一直在cue的这个 多人都要在一起呀 泡沫啊 光点之外呀 其实我有很多的歌曲 都是在我很负面的时候写的 那包括今天晚上的那一首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大家可以小小的期待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 我现在讲一讲我又想要哭了 就是我自己 刚写完这一首歌的前 几次 基本上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哭 包括我现在去讲 我都想哭 然后 我一开始进录音室录这首歌 是录不了的 因为我每次唱我都想哭 每次唱我都唱不完 都想哭 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离别 然后其实我人生当中第一场离别 我有印象的一场离别 是我四岁的时候 从上海 移居到香港的时候 我在火车站 哭着 去跟我外婆告别 真的哭的 虽然当时我的外婆是健在的 而且 爸爸妈妈一直告诉我 就是我还是会再回来上海的 我会再见到外婆的 但是当时我站在这个火车站 真的跟外婆去 去去去去告别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那种 这太刻骨铭心的一种 伤心了 然后 后来我发现 无论是学校毕业也好 失恋也好 一个项目的杀青也好 或者是我工作环境里边有人离去 就是离职啊 或者怎么样也好 反正是任何形式的离别 对我来说我都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然后 写了这一首歌 今天晚上零点 大家守着各大音乐平台 嗯 我还是挺厉害的 我忍住了 刚刚没有落泪 哈哈哈 我我这么落泪 我就做不了直播了呀 哼哼 我不可能在直播间里边流眼泪吧 不要吧 今天晚上12点 对今天晚上12点 哼两句 不要哼两句 你四个小时你都等不及吗 都今天晚上12点就要让大家听到了 你还要让我哼两句 唉 透露一点 我已经透露了啊 还要怎么透露啊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懂吗 好伤心 我其实真的很 很 我真的是很 不能接受离别 我会 我会 很emotional 很情绪化 哼一句也行 哎呀 你们这么 这么这么这么要求我 搞着搞着我又想哼两句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唉 弹两句给大家听吧 哎呀 怎么你老是在那边剧透啊 荡子齐 你不要老是在这边剧透啊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没了 就一句 我要讨价我喊叫你叫我哼两句我就哼一句 没了 没了 晚上十二点自己去听 懂吗 然后啊 哎 对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我得跟大家说 因为我们准备这个新专辑的时候实在是太 呃 煎熬了 我真的是感受到中小型企业的 艰辛 就是在疫情的情况底下 一定要就是克服各种的困难 然后去 还是把这个项目给完成 然后该拍摄的拍摄 该录音的录音 所有的东西还是得继续的去一直 呃改变计划 然后去咬紧牙关的去处理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很艰辛的 所以真的我觉得 我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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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在这个期间 帮助我 然后守护我 然后支持我的人 那其中一个呢 就是我今天直播间里边有一个小福袋 得跟就是送给大家的 是一个小福袋 嗯 那就是曼秀雷敦这个品牌 他们也是在我这一次新专辑 启示录的MV拍摄当中呢 呃非常大力的支持我 因为我是他们的品牌代言人 我们已经合作愉快了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 然后他们就非常的给力 然后给我很多的support 包括今天晚上大家看到的这个直播呢 也是他们就是赞助的 然后呢在这个福袋里边 大家呢就会收获到 我我看看这个福袋啊 这个套装 福袋 我等一下给大家去抽这个福袋的时候呢 大家只需要输入口令 嗯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输入口令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大家就可以得到一套价值 199元的曼秀雷敦的护肤品 那这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新逼小蓝帽 它是一个物理防晒 呃非常好的一个 不伤肌肤的一个防晒霜 然后这个呢是 呃非常经典的这个薄荷润唇膏 然后呃 如果你后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你软化死皮 反正呢就非常好用 我经常都用的 而且呢 呃虽然这个不送 但是我也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在我的桌面上面就有另外两支 也是曼秀雷敦的 不同味道的一个 呃这个这个这个护唇膏 我就天天在用曼秀雷敦 反正我觉得好的东西 我肯定得分享给大家对吧 所以现在这个福袋 大家 来我发起了 大家有三分钟时间可以去抢 但是我发起了 现在还得等待审核 等待他审核一下 好审核完了呢 大家继续打这个只有我和你 喂等一下不是只有你和我的地方 是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大家搞没搞清楚 我的歌曲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不是只有你和我的地方打错了没有没有 没有福袋 哎气死我了 什么只有你和我的地方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懂吗 想和你远走一个地方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懂吗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懂吗 唉 气死我了 你不要再被我看到弹幕里边淡出来 这个只有你和我的地方 我 嗯 好抢福袋了各位 强强强 快快快 哎 是不是对开启了 大家有两分四十五秒的时间 抢福袋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好开放个三分钟 因为上一次我们 一分钟就抢完了 然后一分钟好像如果我没记错 有十五万人抢了福袋 然后我怕你们时间太紧 所以我让你们抢三分钟 而且我这个我的小心思就是打我的歌吗 我我让你们抢三分钟福袋 那你们就会一直有这三分钟里边弹幕都会出现我的歌的歌词 歌名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懂吗 然后呢 其实 嗯 这一首歌曲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呢 它是一首 比较R&B的歌 在我自己的音乐作品里边呢 嗯 American Pop 或者是相对R&B一点的歌曲呢 确实在我刚出道的那几年 可能从2008年到2010年 那两 那两年的期间会稍微多一些 然后后来就 就比较少在唱R&B Pop的东西了 然后 这一首只有我和你的地方呢 它气声非常的多 然后它是那种另类R&B 所以 嗯 是一个新突破 我自己非常喜欢 有一段时间我我我自己录了 但是专辑还没发的时候 我天天洗澡的时候都在单曲循环这一首 我很喜欢这一首 无论是在自己写作上面 写这个旋律上面 还是在这个唱上面 都 进步了 突破了 诶 福袋就这么默默的抢完了 好 刚刚抢出了十位朋友 你们 接下来会收到通知的 请大家去领取福袋吧 然后这一次没有抢到的朋友 不用着急 接下来 邓紫棋还会做十一场直播 懂吗 我每个礼拜四 每个礼拜天 都在直播间 又给你来了一个单压 都在抖音直播间 与大家见面 每一次跟大家聊天 还给大家送出这个直播福利 就是我们的福袋 接下来 谁知道福袋里面会不会出现这种周边呢 我正在默默 默默 默默努力当中 对的 好了 食物福袋的朋友 你们自己收通知了哟 然后呢 口令不需要再刷了 但是如果大家还是想帮我打歌 还是想要让很多人 除了多远都要在一起之外 可以知道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那你继续帮我刷刷刷刷 加油 哎 有人说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啊 咋了 不开心 看看邓紫棋直播就开心了 我是大家的开心果 于是 于是怎么唱来的 可惜时间不可能停下 不能停下 不能停下 不会停下 时间一直在变换着 你也变了 我也变了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既然回不去了 我还在烦恼 我还在烦恼什么 唉 为什么我一直在唱歌 因为我只有在唱歌的时候 才不会被怀疑我是不是邓紫棋 真是煎熬 有人问到重点了 明天出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我再讲一遍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然后其实他虽然是明天 但其实他是明天凌晨 所以 其实 还有三个小时十分钟 大家就能听到了 紧不紧张 有人问我 我的头发染的是什么颜色 其实我头发染的是灰色 但是呢 现在掉了一点点颜色 所以他有一点点带黄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这个 亚麻色 有点奶茶色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看呢 我也觉得啊 怎么那么好看 实体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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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问到了一个重点 实体专辑呢 也在设计当中 很快就会公布给大家 而这一次我来公布一下 实体专辑 我们找到了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设计师 他是第一个华人入围葛莱梅奖 最佳封面设计 最佳这个唱片设计的一个一个一个设计师 他叫萧青阳 萧大侠 好好看啊 我其实已经看过了这个设计 但是我们还在做最后的一些调整 所以到时候有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看 实体专辑是肯定会出的 虽然在这个数码时代 大家讲起就心酸 大家更不要说上这个音乐平台里边去听歌了 大家可能听完一首歌的耐性都没有了 更何况去支持实体专辑 其实确实是在这个时代里边 已经是比较少人 还会有这个耐心去欣赏一张完整的专辑 然后去研究 诶这实体专辑里边的设计啊 各种收藏的价值啊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要更用心的去做音乐 因为如果大家都不用心去做音乐了 那我们的精神食粮是什么 就是我小时候我看到很多很好听的歌手的作品的时候 是会让我有很多动力的 就是歌曲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消遣 娱乐的东西 它是给我很多力量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碎片时代更需要好的作品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够艰难了 世界已经让我失望透了 所以更加需要在这个世界里边去发放一些 我认为有价值的输出 一些正能量吧 我希望我的音乐可以带给大家一些精神食粮 对的 这人好像邓紫棋 我都懒得辩解了 哈哈 其实 但是我想说一句哦 就是我上一次看到有人很多在问 这是真的邓紫棋吗什么什么 然后我在线 在线辟谣 然后一直唱歌证明我是邓紫棋的时候呢 有一些歌迷他们就为我说话 就说哎呀怎么这些人那么不好 怎么一直在说姐姐是不是邓紫棋 然后就觉得觉得我肯定会不开心 其实我并没有不开心 因为说不定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邓紫棋 懂吗 我是真的没有不开心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对于直播间里边不同的人 他们给我留言 我的心态 我觉得还挺好的 就是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在正常的交流 平等的在交流 所以我很开心 其实我每个礼拜都很期待 每每个礼拜四每个礼拜天 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聊天 直面的交流啊 然后我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所以我就没有不开心呢 我觉得我是真的很开心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我 如果我不开心我会说的 你以为我那么不直接吗 我会说的 不要担心 我不开心我要么写到歌里 对吧 我要么就会直说 然后呢 现在 弹幕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个要求 叫做求飞吻 这种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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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腻的东西 你们不要让我做好吧 我不要啊 不可以 不要求飞吻 新专辑最喜欢哪首歌 嗯 问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重点 其实这个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 包括我们的MV男主角 这个孙承俊先生呢 他也问过我 那我实在排不出来 但是 根据孙承俊先生 他 讲错了 他又要骂我了 孙承俊先生 他 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那你呢 你最喜欢哪一首 他跟我说他最喜欢今天晚上12点 今天晚上0点会出的那一首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那是他最喜欢的 嗯 实体专辑 好 知道了知道了 一直在给我说实体专辑 好 有人说跟孙承俊连线 本来今天是要连线的 但是他 我猜啊 我猜他看我们的这个MV呢 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他一边看MV一边尖叫 懂吗 然后他把他的自己的声音给叫喊了 叫叫杀了 他昨天给我发消息的时候 出现了一把极度低沉的 已经失声了的一个声音 所以他今天晚上没有办法连线 太搞笑了 之后会有机会的 那肯定之后有机会呀 等他的声音好了 我们再跟他连线吗 对不对 你多高 你多高 1米57 连我的身高都要跟我的名字押韵 1米57 我是邓紫棋 哈哈 演唱会 谁现在不想开演唱会呀 好想开演唱会呀 但是得等一等嘛 因为我好多朋友他们开演唱会都一直在延期延期 真的很艰难 所以大家都想开演唱会 但是大家都在这个情况底下 疫情情况底下 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不是那么的顺利 懂吗 来一首 不要老晃 有个人 有个人说我不要一直讲话的时候 一直晃来晃去 怎么了 我就要晃 这个叫什么 swing 嗯 律动感 懂吗 我讲话都带律动 唱歌 最后两分钟 要唱什么歌吗 在再见的时候 就得唱一首再见了 不要对我说再见 你却再见 就结束这一切 让我不要说再见 你的再见 说得那么明确 怎么我和你之间 两个世界 再也没有交接 如果告别 能不能再见 能 如果告别 我们今天晚上12点 在各大音乐平台再见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再等三个小时 就跟大家见面了 好不好 可以 其实 这么突然的 怎么又来到了9点 我其实一开始在做 这14场直播之前呢 我都有点紧张 因为我其实不知道 我要在一个小时里边 跟你们聊什么 但是自从我做完了第一场之后 我就觉得很开心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聊很多 平时可能在访问里边 没有机会去聊到的 很多的内容 而且我真的觉得 看着你们的弹幕 然后一直跟你们 就是及时的回应 这种交流的方式 我非常的喜欢 所以接下来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礼拜四 还是礼拜日 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是礼拜四 我们接下来下一次见面 除了今天晚上12点 在音乐平台上面 听这个 你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之外 我们明天下午 我们明天下午 先在12点 看MV 然后 礼拜天 晚上8点钟 邓子齐抖音直播间 再次约你见面 我又压了个句 好就这样子吧 到时候见咯 拜拜